文古至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 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历史上从来不缺美人 但是如果这些美人文能俯秦武能带兵 那更是几千年来数不出几个了 匪水之战中东晋大败敌军 受挫的前秦领导人福坚却因此失了人心 原本拥护他的臣子全都离他而去 不久后福坚也被枪族部落抓住 死在了他们的手里 而前秦这边福登顺势成为了新一任君主 为了与他们对峙 枪族部落插旗为营自称后秦 两秦之间的局势一直十分紧张 稍不注意就会干戈相向 我们要说的这位英雄美人就是福登的妻子 不仅模样好看 还自幼耳濡目染练就了一身的好本领 这位的前秦皇后封号毛皇后 她入宫后将国家的危难看在眼里 便提出想要与丈夫一同分担 决定亲自带兵上阵杀敌 福登对于自己的妻子 有如此身名大义十分钦佩 于是与他一起携手带兵 密切配合 给后秦来了好几次下马威 可是当他们挫败了几次后秦之后 福登忘记了自己妻子的功劳 却只认为是后秦实力不强 没成想 在一次战胜后 吃了亏的后秦军队掉头 直接冲向了前秦的驻扎之处 而此时得意洋洋的福登 还沉浸在刚刚获得的胜利当中 率领了自己的人马 在路上闲庭信步 前秦只剩下毛皇后 和少得可怜的将士 由于寡不敌众 毛皇后最终 还是落到了后秦的手中 后秦的统帅 看中了毛皇后的美貌 顿时心生歹意 想把她收入房中 可毛皇后宁死不从 激怒了她 于是这位统帅 决意脱光她的衣服 将其暴露在人群之中 然后再将其处死 毛皇后死的时候只有21岁 却从此成为了 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哦